搜索和太太以1500万元交保 网友发现连燕宽恒的太太 交保金都要500万元 居然比阿扁涉滩海角 70多两倍 网友讽刺原来搞违建 比贪污还可怕 燕宽恒连太太的身价都比总统高 这绿营根本是司法追杀 燕宽恒宣布参选后 突然因为豪宅违建的老案遭搜索 他跟太太以千万天价金额交保 但网友一笔吓一跳 过去陈水扁涉滩案海角长期议 被判至少20年交保金额不过200万元 而且民进党中指挥郭再青 在卢渣案不法获利21亿元 汇选案中以300万元轻松交保 燕宽恒涉及本性很轻的卫造文书 交保金额高得下人 连燕宽恒的太太 交保金额都胜过陈水扁 当了30年的法官都感叹 从没看过卫造文书要交保1000万 他们在沙渡有一个说是违贱 说是豪宅 这个是很严重的罪吗 他在羞辱你 你太太500万交保 那个是扩及欺奴 那是故意的 这个是司法追杀 这百分之百是这个太离谱 他是制造一种印象 1000万交保 你的感觉是什么罪 是重罪啊 这不合比例原则 拿打导弹打小鸟 网友炮轰原来搞了半天 燕宽恒太太签个名 竟然比阿扁还叫奇异 还可恶 燕宽恒太太的身价 竟然赢过不法获利21亿元的郭再青 原来涉及卫造文书 比真正贪污还严重吗 就连名嘴也大叹 民进党就算侦探屋还能搞政治手段 逆转胜 只有蓝军沙沙被绿鹰害残残 这个太离谱了 你如果被收押 那就是标准的 民进党的司法迫害 我又找检察官你不敢生押 2008年苏志芬 陈明文都被收押 那时候蔡英文主席跑去 看守所外面唱那个忘你找龟 然后逐官晚会 民进党是很会操作的 陈明文跟苏志芬现在都是立委 你看好笑不好笑 这个是标准的大炮打小鸟 一说要参选 盐宽恒的豪宅违建案 严重性竟然瞬间超越过去 陈水扁的贪污案 不知道民进党只剩下 司法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记者陈正茂王世恩台北采访报道